好 各位同修 大家好 好 请大家合掌 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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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无上誓愿程 众生无边誓愿度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大家请放转 各位同修 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金刚经的深意 金刚经深意 金刚经已经很深 很深 那里面的深意 如果你没有深入去探讨 深入去体悟的话 那真的它里面蕴藏非常丰富的宝藏 你就是得不到 所以只要透过大家好好的文师修正 依着解脱到逐次的深入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金刚经里面的无价之宝 可以得到佛法的无上圣身为妙法 好 我们现在来继续请大家看金刚经的第十节 庄严净土这一节 上次我们已经讲一半了 佛告须菩提 如来喜在燃灯佛所与法有所得佛 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与法十五所得 虚佛提 如意云合 菩萨装眼佛图佛 不也世尊 何以故装眼佛图者 则非装眼是领装眼 世故虚佛提 诸菩萨摩河沙 应如是生清静心 不应助色生心 不应助生相未处法生心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虚佛提 比如有人身如虚弥三网 予云云合 视身为大佛 虚佛提言 圣大是尊 何以故 佛说非身 是灵大身 这一节里面 含常有很多的深意 第一点 佛陀他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之后 大家以为说 他得到他成佛了 但是佛陀还是要跟大家澄清 佛陀他与法还是无所得 而这个燃灯佛 我们要比较清楚正确的理解 真正在点燃这个宇宙的灯的开始的 那是整个法界 整个大自然 整个宇宙 所以这个燃灯佛讲的 就像每天最大的灯是什么灯 太阳 我们这个地球最大的灯 那就是太阳 你把太阳 把这里的燃灯火 你理解成太阳的话 那你更容易理解到金刚精里面的深意 你更容易看到实相 不是抽象的 所以这里讲的都是讲整个的大自然 那佛陀他就是现观大自然的实相 然后测证三法印 好 我们再看 佛陀就继续问徐菩提 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菩萨庄严佛图佛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真正有修有正 他可以称为说他有庄严佛图吗 或是说一般人 一般人你在修行的这个过程 或是说你在服务的过程 或是你在御界里面 然后你种种你认为 这种种种的庄严 这样有在庄严佛图吗 那徐菩提就回答 不也是尊何以故 庄严佛图者则非庄严 士兵庄严 这里就开始了 开始慢慢的 那很深 金刚精里面很深的那些深意 这里 如果你用练的把它练过去 你以为你了解了 反正庄严极非庄严 士兵庄严 好像在绕口令 但是这里面 它含义却是非常深 一般人以为说 什么庄严极非庄严 我们知道啦 知道啦 但是里面所讲的庄严跟非庄严 含义非常深 这里意思就是说 一般众生你所认为的庄严 不是真正的庄严 那那些解脱者 智慧者 他们所认为的庄严 众生却不认为不以为那是庄严 这样就会构成很多知见上 以及认知上的差距 这样知道吗 我现在是讲了概略的原则 然后我们再来去细分 很多人就认为说 我家里要怎么样摆设 要怎么样布置 然后要装房的那种美轮美奂 然后哪里要摆什么 哪里要摆什么 要买多少的花瓶 艺术瓶 然后要买多少的那些什么 价值很高的艺术 或是那些山水画 一幅山水画要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 这样才叫做庄严 但是对一个真正重视修行的人 他看到你家里摆设这么多 你认为说很庄严 但是对一个真正重视修行的人 他不认为那叫庄严 反而是那是更多的累赘 而且你是占用了更多的空间 空间 让家里的空间更小而已 那不叫庄严 一个真正重视修行的人 他家里摆设得很简单 就是里面很清爽 很空旷 很简单 但是一般人他进到这个地方 他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啊 都好像很简单啊 很朴素啊 没什么啊 觉得人家某个道场 那种设备都是五星级的设备啊 那种各种设备都很好啊 你觉得说那种道场才叫做庄严 但是佛陀就告诉我们 真正重视智慧的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实修实证的人 他们所重视的庄严 不是一般众生 所认为的那种角度 所以一般众生你认为的庄严 对实际的大自然而言 不叫做庄严 但是真正大自然 展现出来的非常的庄严 众生却不以为然 却不知道 不懂得去欣赏 如果你真的打开智慧眼之后 你真的看懂这部大地风云经之后 哇 每天你随时都可以看到 法界非常庄严 而且非常深的艺术 当你真的看懂这个大地风云经 看懂这佛生生的佛法之后 你不会去欣赏那什么 几十万或是几百万的那些名画 不错 也会欣赏也会看 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说 哎呀 我这个看了 这个大地风云经这个艺术 哇 那真的是无价 不只价值几百万 不只价值几千万 所以我们 你慢慢上这个课之后 一样哦 你可以得到很多无价之宝 这个得到无价之宝就是说 你真的不用发费 好几十万或是好几百万 去买那些艺术品 你就能够欣赏到真的非常深的艺术 所以庄严佛图者则非庄严 士兵庄严 这个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一些幻灯片 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看电视的观众要下一集才有 好 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解析 什么叫做庄严跟非庄严 如果以今天当今的蓝船地区 上座部地区佛教来讲 他们重视修行的那些丛林道场 大部分都是在郊外 或是在山坡地区或是在郊外 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他们都会跟森林 跟大自然做完整的结合 他们的禅修道场就在林中 那在森林中 他们就是向这个大自然借用一个地方 然后盖个可以遮风避雨的禅堂 跟可以遮风避雨的小茅棚 所以真正重视修行人 他们那种硬体设备都很简便 所发挥的钱不用很多 但是他们所发挥出来的效果 却是非常大 我在西元1989年 也就是民国78年到泰国去参访 参访佛史比丘的道场 也到阿江茶的道场去参访 看看人家那些能够吸引国际修行人才 到那个道场的这种道场 他们的特征在哪里 都没有用复利堂坊的外表来吸引 没有复利堂坊的残堂 没有复利堂坊的五星级的住宅 都没有那些 那为什么像佛史比丘那个 我们去住的地方就是木板 我们到我们去的地方 就是在林中也有到海边 然后就是几间在椰子树下 几间小盲棚啊 如果说以台币来讲的话 那一间盲棚的成本 五千块 一万块就够了 但是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残修地方 我们那一起去参加的 有来自世界十几个国家以上的 欧美人士很多都到那边去参访 去残修 为什么呢 真正要修行的人 他们重视的是心灵的减化 他们要追求的是单纯 朴数 缓朴归真的人生 所以包括说我们要建设道场那种走向 这个都要重新来思考 而我们北传地区的 一讲到道场建设 常常都是在那里比谁盖的比较大 比较豪华 装潢的比较富力堂房 然后用这些来吸引 但是很容易就沦为观光的道场 而你观光的道场 很难留住真正想要修行的人 很难吸引真正想要减化心灵 想要提升心灵的那些外国人士 所以我们要知道 您这种说建个富力堂房的那个道场 但是一方面对大自然的破坏力杀伤力很大 一方面真正能够发挥净化人心的那种效果 不会比一个简单朴素的丛林道场来得好 像以前我们有一些外国朋友 他们一样到各国去参访 然后他到台湾来参访之后 他发现说你们的佛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们也是要来这里找法 来这里找修行 怎么都没有呢 真的很感慨 当然我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对这个整个佛教南北传的这些有缺点 我也都清楚地了解 所以那因为这样的人 他们一样都有到南传地区去参访 所以后来他们就鼓励我就是说 介绍我到南传地区 哪几个道场你们要去参考要去参访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般人认为的庄严 那真正要修行的人 他不认为那是庄严 那反扑归真的这种禅修环境呢 很多人他不认为是庄严 但是佛教的素质要提升 佛教真的要来到智慧型的佛教 那一定是要反扑归真的 一定要反扑归真的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点 佛陀历史上真实的人间佛陀 他有四个特征 不是有四个很重要的阶段 这四个重要阶段我们来看看 佛陀出生依照经典上的记录 佛陀在出生诞生在什么地方 佛陀出生的时候落地在什么地方 在树下 佛陀出生在树下 他妈妈要返回梁家的途中 佛陀出生在树下诞生 佛陀修行在哪里 也是在树下 在树下修行 佛陀要讲经说法 也大部分都在树下 都在林中 包括佛陀要大拨虐盘的时候 以世间法讲究说 他快要往生的时候 我们这是个形容 但是佛教专有名词叫做大拨虐盘 佛陀要大拨虐盘的时候 他选择在哪里 双树林中 树下 他不是在某个大道场里面 这个都在告诉我们 佛陀很重要的这整个过程的阶段 都是在树下都是在森林中 这就在告诉我们 大自然就是最庄严啊 大自然就是最庄严 众生不认为庄严的 但是在有智慧者的心目中 真的是那就是庄严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体会到说 什么叫做庄严佛图者则非庄严 你刻意人为的要去庄严佛图 要去庄严这个道场 你刻意要用人为 要去庄严这个大自然 你越庄越假啦 反不归真 那是真的最庄严 好 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 庄严佛图者则非庄严 士兵庄严 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超越我们以前对于 什么叫做庄严的那一种看法认知 重新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来看 来体会 OK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看 事故虚佛体 诸菩萨摩萨应如是生清静心 不应注射生心 不应注生相畏处法生心 应无所注而生其心 这一句话你看 人家六族 六族慧能啊 一听到应无所注而生其心 哇 人家就很震撼啊 很震撼啊 那各位 你有没有很震撼呢 有的有了 有的没有了 如果你真的因缘 你酝酿的因缘够的话 你听到这一段 你就会很震撼啊 但这个很衍生 那你要做到很不容易 如果你没有识趣去文师修的话 这个你再讲个一百遍 一万遍 你还是一样 都只是一个标语啊 都只是个标语啊 所以要应无所注 还是一样 处处在住 处处在连早 不然就是自己处处在住 在连早那不知道 然后都在指责别人 在骂别人 所以真的要做到这个不容易 你要文师修正这样逐步的上来 那我们看这一段 菩萨摩赫萨应如是生清静心 这个就是说你真正的是要迈向那种究竟解脱 你真正要成为一个大修行者 你要如此这样的生起这样的清静心 怎么样呢 不应助摄生心 这里包括跟前面的要配合起来 因为前面讲说庄严极非庄严 意思就是说一般众生都常常用这个眼睛去看外面的这个射程 以凡夫以一般人的眼光去认为说这样才叫庄严 这样的穿着 这样的打扮才叫做体面 才叫做富贵人家 那样的打扮叫做 那样的很爽的 或是这样的打扮或是这样的建筑 那才叫做美轮美奂 那样的建筑就横土 一般众生是这样横凉 那这个就是说因为你的眼睛跟射程在接触的时候 你都被这个射程吸引走 射程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些现象界的物质方面 众生常常从外向从外表来衡量 什么叫庄严 什么就是好看不好看 这个就是你的心被这个射程 常常是牵引着走吸引着走 这样就叫做你的心都常常住在那个射程上面 那今天我们真的要来到 不应住在射界上 而产生种种妄想 产生种种心态 这样知道吗 也就是说不要从外表来判断来衡量 不要执着在外表外向上面 因为众生看的角度都满肤浅的 所以佛陀就唤醒我们不应注射身心 不要从外表来衡量 不要以习惯性的那一种角度来看 什么叫做庄严 什么叫做好看不好看 然后在那里起弹起撑 这样子啦 如果你能够看到实相的话 你不会连着在那个射界上面 好 不应住生相未处法生心 前面的这个射界 讲的就是物质方面的 或是外向方面的 后面的生相未处法 着重的是心理心灵方面的 有的人他不着重外表外向 但是他却很重视那个心灵的感受 那种feeling 他却非常的重视那种感受感觉 像一些诗人或是艺术家 音乐家 他们就很重视那一种生辰 或是那一种触觉 或是那一种心灵的感受 像这样的话 虽然他不注重外表 但是他注重心灵的话 一样你的心还是一样 被各种境界牵引着走 有的人很执着在一项那种雕刻方面 所以他用毕生的生命在那里练习雕刻 然后在那里钻研那个雕刻 他的生命就整个被他所喜好的这样吸引住 不是说艺术雕刻不好 而是你能不能有那一种超然的那种眼光胸襟 我有英文我就叫雕刻 但是这个雕刻艺术不会牵引着我 不会把我的生命吸附在上面 有英言我会画画 我就画画来跟众生结缘 但是我不是以画画为目的 我不是以画 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在那个画画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不应助生香味出发生心 那要怎么样呢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前面是劝告诉大家 不要用过去的那一种六根接触六层 那一种习性来做反应 我们要怎么样呢 你要应来到无所助而又能够生其心 这句话很眼神 一般众生六根跟六层接触的时候 常常都成为境界的奴隶 或是跟境界打劫 这个打劫就是连早被境界牵引着走 这个叫做都处处在住在境界上面 那你要来到无所助 不错 这一句话绝对没有错 问题是谈何容易 你真的要做到无所助 那你必须要能够来到无我的境界 你要来到心能够与空相应 心能够来到空明觉的世界 不但来到空明觉 而且你又了悟内外 身心内外的这些实相 你也融入法流里面 让这些六层穿流而过 所以你不会住在那个境界上面 不会被境界所卡住 但是有的人会错意 然后又认为说 我们修行就是要来到六根跟六层 都不可以接触 不可以看不可以听 然后吃饭也不知味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变成 你是跟境界在一个产生 很大的那种抗拒 还是一样也是一种助 也是一种连着 再来 有的人就认为说 我们修行就是要 如果起心动恋那都是错误 所以我们要修到无恋 无恋的话就无所助 无我 这是错误的 一个人很多修行 修到后来它就变成 什么也不敢做 不敢看不敢听 然后要修个无恋 认为要这样才叫做虐盘 这样你就没有体会到 什么叫做无所助 而又能够生其心 注意那个生其心 那是一种起作用 我可以听 可以看 但是不会成为境界的奴隶 不会被境界牵引着走 因缘聚合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去做 但是当下去做或是不做 我都从慈悲出发 从能够立己立人的立场出发 修行不是到后来变成消极 悲观自我封闭 不是这样 不是说到后来生命的否定 不是这样 那是错误的理解 所以这句话你看 无所助那是一种 你应该要无所助 这是一种 我们应该要来到这种阶段 但是你又 因为无所助它是代表 它是比较有点那种 比较偏于一种消极方面的 那你又要能够生其心 能出 无所助那是能够出来 出离 出三界 但是你又要能够入三界 生其心那是代表又能够入三界 无所助那是代表出离三界 你要来到这种境界已经不容易 又要能够能出又能入 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含义都很深了 好 再来后面这一句话 虚伯底譬如 有人身如须弥三亡 予以云合 视身为大佛 虚伯底言 胜大 世尊何以故呢 佛说非神 士明大身 这一句话我把它练过 或是各位 你一句 每一个字你都看得懂 每一句 每一段你也都看得懂 但是它真正的含义呢 就很少人能够懂 所以像空海所讲的这些都不是一文解字 也不是说参考别人怎么讲 然后别人怎么说 然后综合起来 然后我来集诸家之大成 然后还来一个空海说 不是这样啊 所讲的这些都是来自于体悟体证 所讲的这些都是属于实相方面 协助大家去看到那个实相 现在我们来解析这两句话 这两段 好 佛头就讲 比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 余翼云合 视身为大佛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的身体大到像须弥山 这个须弥山就是西马拉雅山 须弥山就是西马拉雅山 我们这个地球西马拉雅山最高 包括整个那个西马拉雅山山脉 都是最大最庞大嘛 意思就是说有的人 他的身体大到像西马拉雅山 这样的身体 那你认为这样的身体 是不是很大呢 须弥李就回答 哦不错 确实是很大 好 世尊何以故呢 佛说飞身 世明大身 前面这个还容易理解 后面这个就很不容易理解 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 人类站在西马拉雅山的山下 以人类跟西马拉雅山来比 就好像一只蚂蚁站在你的前面 站在你的脚底下 这样知道吗 你的身体的庞大 对一只蚂蚁来讲 就像人类心目中的西马拉雅山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 大家好好去理解 因为这个要引申很深的 这些含义出来 佛说飞身 世明大身 因为人类的知见 不管你是学问 什么几十年的那种教育 从国小 国中高中大学 硕士博士 你这样上来 或是成为生物学家 但是你要体会到说 飞身 世明大身 不容易 因为人类很习惯性的 用人类的这种 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 会动的 你看起来会动的 才叫做动物 那你看起来它不会动的 你就不认为它不是动物 人类很容易从 我们这个有眼耳鼻舌生意 我们这个有六根 我们这个才叫做人 我们这个才叫众生 那些狗猫 它们才叫众生 植物不会动 植物就不是众生 那是人类错误的判断 对植物 人类给予很多错误的判断 认为它们不是众生 它们也一样是众生啊 再来 人类所认知的就是说 要怎么样的某种形态 这个才叫做众生 才叫做动物 如果它那个形态大到 就像一只蚂蚁来看人的话 它只是在什么 在一个很 我们的毛 对蚂蚁来讲就像森林 树木啊 它只是在森林里面跑来跑去啊 尤其它到你的头发里面 哇 它是那个在 哇 很密的那森林里面 它造得很苦啊 对蚂蚁来讲 它感受不到 它是在人类身上在爬 在一个人身上在爬 它感受不到 那人呢 人类智慧也是这样啊 你否定的 却不知道它是蕴藏着 非常高的生命 非常高的智慧 人类认为的无情 你却不知道 它正在孕育着你的生命 这个含义很深啊 如果你能够体会到的话 你会对整个大自然 深深的感恩 而且那个我慢消失很快 好 我们现在来看 黑板上的一些解析 我现在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角度 来解析一下 这是一个人的身体 一个人的身体 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血管 有很多血管 我们把这个血管放大 血管里面有很多的红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对不对 那要知道 每个红血球 它就是一个众生 它就是一个生命题 大家知道吗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受过教育 高等的这些教育 你都可以了解 每个红血球 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众生 它一样有生老病死 知道吗 而且红血球它出生之后 它渐渐长大 然后它可以工作的时候 它就一样默默地在做它的工作 红血球工作 它们的任务是做什么 输送养分 你看红血球它本身 它就是一个凹盘这样 就好像一个卡车这样 它上面可以载东西 红血球它可以运送养分进到肌肉组织里面 又可以把肺物你看到吗 它不是空车跑 它运送营养素进来 然后又把肺物又带出去 它们一样在工作 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们就像卡车不断地在运来运去 运东西 不要以为它们没生命 每个红血球都是有生命 那白血球它一样就像警察 它一样在负责我们身体里面的 那些治安 如果有病毒病菌进来的话 这个白血球它就会离开这个血管 然后出来把这个细菌 把这个病毒把这个细菌把它围起来 然后跟它一起死掉 知道吗 所以我们会流龙 有龙 有龙 那个龙就是我们的白血球吞噬掉那些细菌 然后自我牺牲 然后把这个肺物流出来 它是壮烈成人 你有感恩过吗 很少耶 好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红白血球 我们现在把它扩大到这边来 血管里面有这么多的红白血球 白血球 血脚板 那以血管里面的这些血球而言 你看他们 我昨天流到这里来 你这个血管壁一样是固定在那里 你这里有洞我跑出来 跑到组织 跑到肌肉里面 然后把养分输送出来之后 然后又再运送一些灰物 然后又流到静脉来 然后又流到我们心脏 流到肺脏这样 所以对红血球它认为它会动 现在这个讲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喻 大家好好去理会 理解 因为这个要讲到金刚里面那很深的这些 相对于红血球白血球而言 是不是觉得血管壁不动 对不对 它就好像一条公路 血管 这个血管就好像一条公路 一条管道 这些红血球 我昨天来你们也是在这里 今天来你们也是在这里 是我跑出来 然后我进进出出 所以我会动 相对于红血球而言 这些血管他们就好像不动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还有这个红血球他们跑出来 一样他们会跑到骨头或是肌肉里面 昨天我穿到这个骨头里面 你一样在那里 一样是这样不动啊 我敲你我踢你你也没有反应啊 我今天又跑来我又再敲你踢你 你一样这个骨头你还是没有反应啊 所以对于红血球而言 骨头对他们而言 他们认为是无情的 不会动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以红血球的智慧而言 他们体会不到 这个血管壁或是这个骨头 是有生命的 而且不容易体会到 他这个红血球白血球 他们能够存在 跟这个血管跟这个骨头的完整体 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体会不到 他相对立场来讲 只有我在动啊 你没有在动啊 这样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 可以喔 这个很远深 好 我们再来把它扩大 现在各位你就想穿红衣服的 你就想你是红血球 穿白衣服的你就白血球 每个人你就是现在把你缩小到 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红白血球上面来 这样知道吗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 你现在就把你想为 我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红白血球 红血球或是白血球 你每天在血管壁 在肌肉 在骨头跑进跑出 跑进跑出 但是你认为我会动 我是动物 我看到那个不会动的 它那个没有生命 它是无情的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所以以智慧者眼光来看 一般众生真的智慧 都停留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面 理解力停留在一个狭窄范围里面 没有真正开智慧 因为众生的眼光 我红白血球我体会不到 那个血管壁有在动 我昨天来我踢它 它也没反应 我踢那个骨头它也没反应 它无情 我踢了我自己还很痛 所以当人类践踏在这个大地上面的时候 你认为它没有在动 你认为它是无情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可以了解吗 慢慢去体会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 我为什么要感恩大地 我为什么要感恩那些水 如果这个血管壁里面 没有那些水分 那些液体的话 你这些红血球 白血球怎么存活呢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慢慢再理解 这个地球 我们现在把它联想说 变成地球跟太阳 这整个太阳系就变成一个大声 那你呢 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红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众生很难理解到地球 大自然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个身体 你这个红白血球你怎么存在 这样知道吗 如果这个身体它是个死亡的身体 你里面的红白血球还能够活着吗 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你红白血球 你的养分来自哪里 还是这整个身体的供应啊 人类 万物之灵的人类 你的生命能源来自哪里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你体会不到的那个大声 非声 你体会不到那个非声 非声是相对于人类的体会啦 人类认为说我要有这种什么 极齿之躯 这个才叫做身体啊 但是你那个更大的身体 或是不是按照人类所体会的那种形象 那种身体 人类就体会不到 然后就认为那个叫做非声 所以你就否定它的生命存在 你就否定这个 你就认为那是无情的 但是佛陀说 非声 人类体会不到的那个 那个声 事实上叫做大声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以 这个很眼神 大家好好去体会 如果你能够真的好好去体会的话 你的我慢会很快的减少减少 减少也会很快的消失自息 我们现在继续再来 好 请大家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须佛提如横河中所有沙树 如是沙等横河 于亦云合 是诸横河沙 连为多佛 须佛提言 甚多是尊 诸横河上多无数 何况其沙 这里是一个比喻 意思就是说 横河就如横河中所有沙树 那些沙已经够多了 横河里边的沙 那不只是几兆 不是说几十亿几百亿而已 那是几兆 那没办法算了 如横河中所有沙树 如是沙等横河 那你看到意思就是说 每一粒沙又代表一条横河 现在假设啦 印度的这个横河 总共有一百兆粒的那个沙子 一百兆的那个沙子 好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你要再去理解 像一百兆条的横河 这样多不多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如沙等相当一百兆粒的那个沙子 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条的横河 你认为多不多呢 当然很多啊 很多 虚伯底 我今十言告如 若有善人子善女人 以七宝满 满耳所横河杀树三千大千世界 以用不失得福多佛 虚伯底言圣多世尊 佛告虚伯底 若善男子善女人 于此经中 乃至受此四聚记等 为他人说 而此福得圣浅福得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用很多很多的财布施啦 很多的那种种七宝的布施 包括把你所有的家产全部都布施出来 那这样功德大不大呢 多不多呢 很多啊 很大啊 很多很大 那佛陀要强调的就是说 如果有人能够对这一部金刚经 你能够了解 能够受持 包括把里面那个重点的四聚记 你能够好好去理解 好好去体悟的话 而且又能够为他人演说 为他人讲解 那你所得的福得 是比那些 用整个家产去布施 所得来的福得都还大 当然这里是强调就是说 你能够理解金刚经 又能够讲金刚经的话 那那个福得很大啦 好 我们再看第十二节 因为十一跟十二这里有关系 复赐虚普体 谁说世经乃至世巨记等 当之此处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 如佛塔庙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独送 虚普体 当之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这一段一样在强调 金刚经的重要 他用什么比喻呢 好 叙普体 谁说世经 如果你能够理解金刚经 又能够随缘 随顺因缘来跟众生讲解金刚经 乃至甚至只要里面的世巨记 这么简短的这些经文 你能够理解 又能够跟人家讲的话 哇 你要知道当之此处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 皆应供养 如佛塔庙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独送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再讲金刚经 能够理解又能够讲金刚经 那这样你当之这个地方呢 一切的世间 所有的众生 天界 人界的这些众生 包括阿修罗道的 皆应供养啊 意思就是说 讲这样在这样讲经说法的人 他也就是说 那是很稀有难得啦 值得众生来供养 如佛塔庙 像这样的人他在讲经说法 我们要把他尊重他 如同佛陀一般的来尊重他 如尊重塔庙 也就是说尊重一个庄严道场那种心态 以尊重道场那一种心态 以尊重佛陀那种心态 来尊重这样的人 何况有人尽能受词读诵 何况有的人他能够全部金刚经 他都能够受词 而且又能够读诵为人讲解呢 这个意思就是都是在强调 金刚经的重要跟殊胜 当之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一个人能够全部理解金刚经 又能够读诵为人讲解的话 当之世人这样的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这里我们要了解一点 不是依文解字会讲解金刚经这样就算 不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很容易让一般众生去 这个功德很大 那变成你用贪功德 贪功德你就会怎么样呢 我赶快啊 我赶快去翻翻看别人怎么注解 怎么讲解金刚经 这个东家怎么讲西家怎么讲 那个人怎么讲 那个人怎么讲 结果你会去参考很多家的注解之后 然后你认为说我知道了 我理解了 结果开始都要出来讲金刚经了 像这样这是依文解字 你这样在讲 你往往背后里面 要去检验我们自己 有没有在贪功德 有没有名利心 如果有的话 这样功德反而不大 金刚经它要的是 你要去实际体悟体证 你所宣说的是来自于 你的体悟体证 不是为讲经而讲经 不是为说法而收法 你真的是体悟到了 体证到了 你这样才叫做值得尊敬 你这样因为你本身 你体悟到法 你为法做见证 你本身就是法身 你本身就是道场 所以因为你本身就是道场 所以你到哪里 众生了解的话 他会就尊敬你 这是一个庄严的道场 这样知道吗 所以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金刚经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宝典 非常重要的工具 如果这个金刚经它能在那里 在哪里呈现那个地方 大家就要尊重说 这里就像有佛在这里 我们要以地质尊敬佛陀的那一种心 来尊敬金刚经 到这里我想有一点就是 金刚经确实它是非常重要 里面所谈的智慧非常高 但是有一点也很容易误导 这个不是佛陀本身的错 不是佛陀的错 而是后来在编辑金刚经的这个过程 太过强调金刚经的地位跟重要 而这样很容易让众生 又把重点锁在金刚经上面 结果就在那里 拜经 朝经 写经 诵经 而很少下功夫去理解金刚经 这样就很可惜 这个不是金刚经的本意 我们真的要去深入的了解金刚经的生意 你才能够得到无上四肢微妙法 你才能够得到金刚经里面 很多书生的法宝 好 金刚经里面有很多的法宝 我们以后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各位 祝大家发喜充满 谢谢